出生十五個小時,高麗心水害死B 無論是否做人父母,都應該知道BB是喝奶的 大福建竟然有家長為BB喝高麗心水 個男嬰八月在廈門醫院出生,健康良好 但當晚就敲不停,嘴角吐血絲 結果出生只有十五個小時,就在凌晨不治 遠方認為害死BB的是家長為他喝一瓶高麗心水 因為初生嬰兒,飲高麗心水可能出現有毒婦作用 原來根據敏藍習俗,家長為初生BB飲用高麗心水 但過去六年,最少有67個BB因感而入院,其中一個死亡